美國大選投票日以不足一週,為爭取選票,民主黨和共和黨不約而同打出中國牌和香港牌。 事實上,5S中美關係根本不是美國民眾關注重點,在中美之間製造更多對立,不但無益於美國經濟的復甦,還會為原本就動蕩不安的國際局勢增加更多負面因素。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多次宣揚,若他重新當選將進一步升級2016年他任總統時的關稅政策,包括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60%的稅。 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在近日的辯論中,雖未提及中國議題,但拜登卻在背後動作不斷。 拜登政府日前宣布將從明年1月2日起,限制美國個人和公司投資於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高新科技產業,涉及半導體、量子運算和人工智能等領域,上月美國國務院等5個部門, 側面向美國民眾及美企發出針對香港的營商警告,網稱香港國安法及維護國家安全條例,破壞基本自由及人權保障,令在港營商出現風險。 這些行為,顯然是在強調民主黨對華的抵制態度,以此為賀錦麗造勢,作為國際金融貿易中心。 香港一直秉持在商言商,求同傳義的原則,對於來自不同國家的資本。香港從未以政治立場對其進行政策上的區別對待,同時為給各地企業打開內地的投資渠道。 近年來香港陸續放寬,在港外籍人士,前往內地的簽證政策,方便海外商務人士,經香港前往內地,正視香港這種包容並促,寬鬆自由的從商環境,吸引了源源不斷的海外資本來港。 說到底,兩名候選人已無法再稅收。二問,以巴衝突等關鍵爭議點上,吸出更多具有說服力的觀點。 因此才會用中美關係內無胡焦點,轉移輿論的注意力。 如果大家對這個議題有任何意見,可以留言告訴我們。再見! 。